韓國議員 長官 各位學員長早好 我是吳一二一 葉宜謙 我們今天來從進來邀請到 黃鳳 康生物的演員來到我們的當中 黃鳳 委員跟我們一般的講師有所非常大的不同 各位也許已經在我們上期到 黃鳳 委員的學歷 已經不相信到我們的長官一樣 具有措施或是學歷 然而黃鳳 委員從七歲開始接觸數學 還有寫程式 十五歲就開始創業 三三歲開始退休 他現在擔任行政院的政務委員 敢必各位可以幫我身上學習到很多 大家 今天我們是要談論數位外交 數位外交的內容包含有許多新知識 新媒體的內容 我們希望今天政務委員能夠跟我們多多分享 未來我們外交人員如果在這當中學習 並且創新突破我們的外交鼓勵 讓我們熱點掌聲歡迎康衛委員 大家好 高興可以來這邊 相信剛剛有介紹過 就是今天其實我講的內容 完全是一般決定的 那這裡有個專有名詞 叫做Cross Earth 就是重包 就是本來應該我自己做的事情 就是想要給大家做 然後我們聊天時間有90分鐘 就是到現在 那在中間就是大家最是想到 然後我也問我任何問題 請用你的手機 或者是旁邊的人手機 我通常沒在的話 連到slido.com 然後輸入今天的日期 就是我們旁邊的旁邊的旁邊 那訊號之後呢 你有任何想要 聽到我講的部分 你就往上去去幫忙 那已經有些人在這邊留言了 那所以想要問大家就是說 是不是大家都有手機 應該都有吧 OK 那如果沒有的話 就請旁邊的人幫忙 那或者是說你舉手 或者不舉手 所以是大家跟我說嘛 別別都可以的 然後如果你看到slido上面有 別人的問題你也想要問的話 那請按讚 那按了讚之後 這個它就會往上輸 像目前這個都是零票 所以我們就知道是有人 有人 馬上就有人到紅場的 到零票 然後按讚數越高的 它又會輸到上面 那最新的大家的人 也會在最底下 那這個方式呢 其實就是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比如說我回答一個問題 那我可能就是回答 完全五個人的問題 六個人的問題 那教導人比較知道說 哪些問題要多快些時間 哪些問題可以比較是 快回答這樣子 那如果大家覺得這個 format 都可以的話 那我們就這樣 那90分鐘的時間裡面 如果大家的問題提早 都被我回答完了 那我們就提早結束吧 不過這件事情還從來沒有發生過 所以應該是 對不對 現在就沒發生 好 那我們就總 最最 一個大家最關心的 開始 就是說 有時候的朋友們想知道說 外交人員 如果想要應用數位 來做外交的話 應該要給我們一些技能 大好的問題 雖然我們說數位外交 這四個字 看起來非常的高大上 但是就像我們現在說的 數位政府的一樣 其實我們實際的 我們實際上在行政裡面 做的叫做行政數位化的工作 也就是說 做的事情其實還是 實際的工作 但是我們試著在裡面 找到一些數位工具 可以 好不像說 幫我們接觸到那麼多的人 好不像說 幫我們省去一些時間 好不像說 幫我們去做出一些規劃 這些規劃呢 在沒有設計的時候呢 是不會怎麼去做出來的 因為它需要各方面 另外一些來一起參與 那等等這些方式呢 大概都不脫 我們本來的行政工作的流程 以及行政工作的價值 這個價值應該是一樣的 但是在這個工作裡面 我們試著去看到說 我們可以用什麼方式 來用數位工具 讓它變得更好 所以其實最需要的技能 是一個Meta技能 就是說它們是單一的技能 好像說打字啊 開直播啊 這些比較基礎性的技能 但比較需要的技能 是一個檢視自己工作的流程裡面 有哪些東西是 如果你自己一個人 用你自己的一起做 不一定做的更好的地方 哪些地方在這裡 運用一些數位工具 把它自動化 這樣子你的時間就省下來了 或者是透過重包的方式 讓大家幫忙做 就這樣子不是你的時間剩下 你給大家的感情就變好了 又或者是說 彼此生命 跟別的人的重包也行做 甚至可以是去接著 目前現在世界上 已經有的一些網路 讓這些網路 跟你一起去 發揮這些人的實質 那這個講起來比較粗相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一些 具體的一些例子 這個字面單帶得到吧 會不會太小 面單好 OK 所以說簡單來講 就是說當我剛說這些技能 就是需要哪些技能的時候 我在講的其實比較是 所謂的behaving 就是說我們怎麼樣去看 自己的行為 然後在這個行為裡面 去找到說 數位工具要實行的 可以比較簡單 比較容易的方法 那舉例來講 就是說在audience這個方面 我們會發現說 就是在數位的領域裡面 在網際網路上 大家看到彼此的方式 跟已經有些不一樣 像我們現在這樣面對面 我在走進來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收到brief 大家剛剛也原來有給過brief 大家是在一個 比較腦裡面對對方的狀態 已經有些了解的情況下 彼此互相交流 然後因為檔面對面 我們有很多的空間 所以大家如果剛剛這個表情 這個表示高興 表示疑惑 表示什麼東西 不需要想辦法 我大概也可以知道 就是大家這個狀態 但是這個大概只限於 高雄這個場地 大概50 然後100元之年 這個是很有用的 但是當你到一個 高雄說小巨蛋 那這樣子的場地 它上萬人的場地 其實從江社的角度來講 它就沒有辦法 知道每個人的minexpension 它的圍狀態 那更何況是 我們如果是透過quizker 透過Facebook 透過Reddit 透過各種各樣的數位工具 那大家看到的 即使是你精心製作的 一個短片 或者是你這個 寫的一些直字片一樣 這些東西其實 它的那個頻寬 就是能夠人間互相了解 所需要的那個基礎 是 仍然是非常非常低的 然後呢 它沒有那個frame 就是它並沒有那個上下位 大家坐在這邊 其實這個場地 本身就是一個framing 但是大家在滑手期的時候 上一張狀態可能是 這個趕著大劫 上一張狀態可能是別的事情 結果它那個frame 也是跟你在轉達的事情 不完全相關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在網路上面 接觸別人的時候 就會發現說 網路上面會有一個概念 叫做swift trust 就是說 非常快速的 就能夠互相限定 那為什麼會非常快速 互相限定 是因為 第一個 合遵網路 你反應也打不到人 所以大家在那間界線 是稍微低一點 但是二方面 很重要就是一個概念 叫做腦骨 腦骨應該大家都知道什麼意思 好 我剛剛需要特別解釋嗎 對 那如果是有些高技術玩版的話 我只要進入五分鐘來解釋 是不是腦骨 哈哈哈哈 那腦骨的概念是這樣子 因為剛才已經提到 網路上面的頻寬面不是很夠 所以說當你看到對方 不管是他還有一個短片 或是他寫了一篇文章 其實裡面 你關於他那個人的Authenticity 就是他那個人是怎麼樣一個人 還是沒有辦法知道 或者說像大家看 看你老朋友 周子瑜的道歉那個短片 他解析度非常的長 所以你連他眼上 具體看表情 到底是什麼人也不知道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月天門就很猛虎 猛虎就是說把自己想要看到的東西 放到那個網路上面的 第一頻寬的訊息裡面 那因為塗射的這個心理學 當然是投射的 投射都是自己想要看到的東西 所以呢 裡面其實是有點像是 一層 或者不到一層 是本來的訊息 九層是自己 然後附上去的東西 那因為九層都是自己 然後附上去的東西 所以就會感到很親切 讓你打開來説明自己 那所以 這個時候 就會很快速的這個 這個達致 這個彼此之間的信任 那這就是為什麼網路上面 只要你有 一個hashtag 正確了 那你就可以動員 這個幾萬人的原因 就是因為每個人都投射 自己想看到的東西上去 然後到最後就形成 一個想像的恐慌體 那所以就是說 在我們在運用上 子路心理學的時候 這運用謊話事實上就是這樣 我們在運用上子路心理學的時候 它最需要的就是 increased transparency and self-exposure 就是說你越講清楚說 我現在我是誰 然後我目前的個人感受是什麼 而不是說這個 本部立場是什麼 或者是說這個 我們的一些 一些很抽象的東西 那對方就越有一些 可以盲浮進來的空間 因為很少人知道 作為一個部位 或者一個私 或者一個外國的感覺是什麼 沒有 沒有誰有從第一手情願 除了各位 馬上就到第一手情願之外 但是呢 對大部分的 當然在網路上接觸到的 民眾或者是官員 或者各種利益關係人來講 作為一個個人 你可以要動各種情緒 然後進行轉換裡面的 那幾種情緒 那在這些部分 大家都是很感動身受的 那既然可以感動身受 就變好了 所以就是為什麼我們看 好像說我們 目前外交部長的隊的帳號 或者小英的隊的帳號 它非常不會讓大家 能夠拿過來東西上去 然後非常的個人 然後感覺上就是 好像就是跟著 在旁邊這個出發 或者是放一些貓貓狗狗的照片 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 這些是很貼的 那因為貼的關係 所以你的感受 你的feeling 那你做的事情 所有這些事情 那你就是在上面 有一個分享的原則圈 然後去做 那如果不是一個分享原則 而是一個 他當不達的那種狀態的話 那其實大家就沒有到 這個空間 沒有到這個空間 在網路上 人家就不會幫你轉傳 人家幫你轉傳 就不能夠viral 不能夠viral的話 那其實就不能算是外角 所以從我們很多的角度來看 就是說 你要找到一些等 但是這些等 不是只有你自己不用的 而是任何都可以運用 這些比較viral的人 然後全讓大家 能夠去把這個東西 變成一個 相像的一個共同品 那這個是 最基本的一個skip 就是說 去自行自己工作的過程裡面 有哪一些是你個人的身分 你可以分享 而且用別人可以操控的 在那些地方 那有了這些地方 然後這些地方找出來之後 那接下來才是工具型的部分 接下來才是去找 那你的audience是誰 你要使用什麼樣的形式 那這些形式 你當然大概 各自都可以去找 各自的工具 可是各位 或是用smartphone 長大的一代的話 這些工具可能 大家比我都買到 所以我其實並不會 特別在這邊去講 說你一定要用那一種工具 才是對的 但是它的重點是說 在有更 然後讓別人認識你之後 那我們就進入第二個部分 就是對於對話的這個價值 那同樣道理 就是說 串通上面 我們在做很多公共過 公共過的時候 如果你要是前一代 就是有網路之前的工具的話 那不外乎就是 就是網路啊 電視啊 這些這些 一些所謂的大眾媒體 那這些大眾媒體的特色 就是說 它讓一個人很容易 跟幾十萬人講話 那這幾十萬人非理不可 那沒有一個轉牌 但是至少就是說 那些時候 那些人就會覺得是說 那我希望只有這個聽覺 或者視覺的作用 我不會去想說 我要怎麼樣去sport 那同樣的 我們如果有很多小冊子 然後一些製本的一些東西 你看到一疊宣傳品的時候 也許你會認真的看 但你不會覺得說 我跟這個作者 有什麼關係 但是我跟這個作品的關係 那跟是在網路出來的時候 就完全不一樣 就是說網路它基本上 開始設計的時候 就是要幾千個人 跟幾千個人 幾萬個人 可以彼此之間 對話的一個方法 那它所使用的這個媒材 同樣的也是螢幕 跟紙 那螢幕跟紙 有一個很大的場地 就是說螢幕它每一秒鐘 呈現的東西都是不一樣 我們在腦裡面 看到螢幕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想的 就是我們可以去操控它 在以前是說 你手會放彈花束上 但是在現在就是 如果你有一個螢幕 然後你手放上去 滑來把它不會動 的話 你會覺得螢幕外掉了 所以這就是什麼 因為越來越變成是說 你是可以跟它互動的裝置 你在上面看到任何東西 像剛剛slide 我們就會知道說 我一定有某種方式 你講到上面的內容 也就是說 它變成一個 我們叫做social object 是一個社會化的一個物體 這個物體不像以前是說 製作出來的這個產品 就是consume這些產品 而是說 這個物體本身就是大家 在不斷地彼此創作 那創作的最新版 是大家看到的 舊版就不一定看得到的 當然像微機版 你可以回去看舊版 但很少有人 留在一個時間去做這些事情 所有人看到的都是最新版 都是在螢幕上看到 在螢幕上看到就是可以有互動 可以互動的結果 就是每個人的互動的這個軌跡 會留在這個upger上面 那這個upger 它就是能夠承載 我們對話的一個載體 所以在網路上面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當你發現了 就是有可能的東西 你可以把人這樣吸引過來之後 第二個要問的就是說 那他們的注意力 現在在你身上 在這個人身上 他們中間的對話 有沒有可能把它留下來 如果留下來的話 能不能讓他們覺得說 我貢獻了一分鐘的時間 這一分鐘是有價值的 我貢獻了十分鐘的時間 這十分鐘是有價值的 那這件事情是 我們就是在 之前有一個 Movement叫做 GDB 就是律師政府 GDB可能 這這邊也有朋友有聽過 GDB的基本的基礎的想法 其實非常的簡單 就是說 就是說 所有政府這個要做 但是 卻沒有特別做得很好的事情 那政府它的domain 大概都是 GDB.TW 就是 政府網站 那 GDB的想法就是說 我們就 對每一個 我們想要政府做得好 但是最好還沒做得好的事情 我們都註冊一個 GDB.TW的一個網站 所以這個時候就可以 在網址上面 你就不用特別去找 你就去 好比方說 立法院誰要YGDB 那所以 臨時政府的立法院 誰要YGDB 你就是把O換成0 就是0再轉移 你就可以去 吃個網址 GDB的概念 跟GDB的概念 最大的差別就是說 在GDB的體系裡面 大家都要事先約好 事先不算認識 面對面 甚至有一些contract 在照料等等 這個網站怎麼會出現 但是在GDB裡面 是說任何時候 有一個陌生人來的時候 他只要提出什麼想法 他就可以去把它實現 那這個就是我們目前 就是運用大家注意力的方法 這個模式是叫做 像你目前看到 這個就是叫做 collaboration 就是做了合作 合作的意思就是說 大家大概都要寫 第四人是確保大家有相同的 想要做事情的方法 所以呢 四個人就要 就有六個溝通的線要走 那第五個人 他還少要認識 大概四個人 那這個圖大概到 第五十人的時候 就是所謂的 Dumbass number 那大家腦裡就已經 沒有辦法放那麼多線了 然後就會 就會 就會形成會勇會 就會形成階層 就會開始 這個有 傳統的這個指令的 課層的結構 這並不僅會成立相 會因為有些官僚 而且會說 人老台就是沒有辦法 在合作模式地下 去承受 超過一百五十人中間的工作 所以這個就是 傳統的社會運動的這個 他們在香港 站臉的時候有 有一個圖就是說 如果你應該用合作模式的話 你就一樣的大會 那大會就會開始分派 然後就會開始出現這個 收割啊 切割啊 帥哥啊 在這個運動裡面 常常會出現的各種 各樣子的 voice 但是 到某一個程度開始 多起來就用他的力氣 就不會像一開始 真的一樣被看中 他就會有一種 我花了一分鐘 我花了一小時 那都是被收割走的那種感覺 所以它是很快的 看到一個極限 那但是呢 在這個 站臉運動 就在 aground 在香港那邊的時候呢 他們因為 可能剛好的 來合作模式 那批原 ZP一個晚上 都被抓去了 所以他們就在街上 就碰到 事情啊 那但是 又沒有那種 傳統的合作模式 運作機制 但是自動切換到 我們現在都會寫作 就是collaboration collaboration 我們在字典上面 大概可以知道說 他是對你不捨的人 或甚至是跟你一場相對的人 甚至是敵人 但是呢 你還是有一些共同的價值 其實大部分每一個東西 都不同意 還是有少數的價值 都不同意 那在這些少數的價值底下 在這裡最重要的一個價值 就是分享 剛剛講的分享的價值 就是你在做什麼 你願意讓別人看 而且願意讓別人修改 那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進入一個協作的模式 協作模式 簡單來講 就每個人做自己的 但是在做的過程裡面 願意讓其他人看到 讓其他另外一些人知道說 你現在做的這個狀況 所以在當時 他們佔領的時候 有各種不同的佔領點 彼此之間都沒有 互相指揮的外形 但也就是靠數位技術 讓大家都可以做過直播 透過功能的試算表 換了功能的書籤等等 這些方式 看到彼此在做什麼 那所以呢 每一次他們 有一個新的創新出現的時候 好像說當時 他們一個很大的一個困擾 所以說警方跟力道 都會去 就是盖量他們的佔領區 所以說他們就想了一個方法 就是發現就是很大的關公牆 然後在那邊 這個就是一百兩道都 都不敢來找那麼麻煩 那這個本來是一個 Local的創新 但是因為透過直播 透過各種社群 那已經很快的擴散出去 所以在別的佔領點 他們就開始做 我們在資訊科學上 叫Abit Testing 就是他們就開始放 社群馬力亞箱 就是放各種標籤的東西 然後再看那個方法 什麼事情 那後來就發現說 關公牆比較有用 因為警察不怕 社群馬力亞 所以總之呢就是 我們透過這種快速的擴散 然後呢 各自試各自不同的方法 但是又讓他的 試出來的東西 能夠累積在網路上 我們就可以更充分運用大家的時間 所以這一段 我大概先講到這邊 但是recap一下 就是第一個 你要有一個王旗 就是最重要的 但這個王旗 不能只是一個 沒有意義的東西 就是說它有一個 當然上來的時候 他看到這個王旗 他可能只有一分鐘的時間 但是在腦裡裡面 必須要有一些腦補的入口 就是所謂的Hermalake 就是當他跟你講 連接上之後 他可能就忘不掉了 那之類的 再網路上 很多操作的方法 那第二個是說 當這個東西進來之後 那他會覺得是說 那我可以加一些東西上去 我加一些東西上去 是可以讓人分享的 那這個是 第二個部分 那第三個部分 就是所謂的Collaboration 就是大家可以在 這樣子的基礎上面 互相比較認識這東西 做一些事情上面 那我以我自己 維護的距離比專案 當作例子 這個就很快帶過 話題上說 像我有維護一個專案 叫做農店 那是一個 就是國語 台語 科語 英語 法語 德語的一個詞點 那這個詞點呢 很快就去做阿美語 去做藏語 去做各種各樣的詞點 那因為我們好奇 去做群 所以大家可以去蓋 但我們在設計 我們的空間的時候 我們就是呢 任何人他想到任何一個詞 想要知道它在語言裡面的位置的時候 它在網路上面都有一個Permalink 就是Modalink 可以替它寫線資料 那就是資料的一個定義 那你花束移到上面 就知道說這個東西 可以移到別的Permalink 你可以透過這個東西 來發現更多新的東西 但它有很多網路空間都是長這樣 所以我們越找到三個網路空間 把我們想要傳遞的訊息放上去 大概就越能夠出類狂風的 去找到它的Context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因為很多人會打一些字 給你沒有的字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也不是說在裡面 好像顯示說作物訊息 字裡面沒有 而是說把它打的字 畫成漂漂亮亮的這種圖片 那這種圖片的好處就是說 我們在Social Media 在Facebook 在其他地方 小編的這個工作裡面 最困難的 或者說最榮的事情之一 就是去找跟文字所配的圖片 那如果找不到的話呢 還會被批評 那因為就有圖片才有分享 像傳染力嘛 那如果有圖片侵犯到別的 就會掉下去 可能還是會被告之類的 所以小編就覺得很麻煩 那盟點就是 小編很多人 他用一個工具 就是你只要打 然後你聽到無邪線 開放四大工作坊 他就幫你畫得漂漂亮亮 而且你不只像舉牌小人 你這樣可以畫身上 你還可以挑正確的字體啊 然後那你這樣子分享之後呢 底下又有三個 不同的都有你這樣分享的報警 所以被你這個訊息 所打動的人 他又會在那裡分享 然後就傳實施 穿白的這樣穿過去 所以其實為什麼 我們也隨時 每天大概都有 百萬上千萬的人 在使用我們的服務 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這個對大家寫了之後 就把你就是有本來的 那有這樣子的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運用第三個 就是寫作 就是說大家當我補進來 也產生認同 也分享之後 第三件事情就是說 覺得自己有些 可以幫忙的地方 那能夠幫忙的地方 其實最多的 大概就是挑選字 這個就是 我們很有意思就是 叫做 萬事萬物的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就是說 如果你只是問大家 在集思網頁有沒有什麼批評指教 其實大家不一定有時間來理你 但是呢 如果你知道我們就要問一個問題 可能就像馬上換一個帳號 或一個錯的人來 然後你就會發現 然後忽然這些專業人士都跑出來 就打臉 那在這裡就是說 這也是釣魚啊 但是 那意思就是說 意思就是說 大家對於這個 尤其是專業者 對於所有的東西 是不能忍受的 那所以你 與其去問大家的意見 你不如就是把一些 所有的東西放出來 那這個時候 大家就會有 有非常非常多的力氣來 來跟你產生關聯 這樣 所以像我們那個時候的 一個 一個地方的文獻 但是引的時候就差一個字 這個時候基本上就一定是打臉 那所以我們就是讓 就是每天每天來的 一個月上千萬人次 而這些朋友呢 花一點點 貢獻一點點時間 告訴我們說 到底哪一個是錯字 那所以像這邊是 張祖琦這位朋友 在台灣當時寫的 樓船忘斷詞 他說 回音鳴笛飛空飆了 逐浪脫險真情 可是在某一個條目 鳴笛這個條目裡面是對的 飆了這個條目裡面 他那個可能當時 公讀成達成 脫裂真奇絕 那我們看 看字典的時候 可能看過去 就是我沒有發現 那個電腦 可以把它挑出來 挑出來之後 我們就是運用來看 樓眼的人的 他可能是小學生 他也可以很容易的去看到 說到底哪些是對的 所以他就可以在這邊看 說是脫險是對的 脫裂是錯的 那但是這個很有意思 就是說 因為我們底下有一個領域 所以說這個東西 本身變成的色調 就大家可以繞成他去討論 所以就有人留言說 脫裂真是奇絕 柯西洋人以前 拍過這部片 已經沒有心意 所以大家覺得很有意思 那因為覺得很有意思 所以大家會在 DTT的語言 反而在很多版 去分享 那這個東西 馬上就變成一個 就是社群可以 Gather 可以繞著他的東西 那我們當然 其實就首歌了 因為我們就知道說 有個人都覺得 這邊是對的 那一個人 覺得標準是對的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就整批了幾千分 拿回教育部 然後幫他們去更新此點 那當然你不一定 只能夠就是 要動大家的條索字啊 那有的時候 像我們 大面一個字典 我們也是同樣的 就是把它切割成 一條一條的圖像 然後讓大家來幫忙 做數位化啊 等等這些工作 所以這個就很有意思啊 就是說 它本來是一本 傳統是別的 直斷的刺騙 但是就是因為 大家有一點點 能夠認同 毛骨 然後進來的東西 所以大家就會開始 試著把我們所有的 連接點都挪入進去 所以就有人去 CC給張晨鈺 就是說 現在他在講 就是說 他就可以非常快速的 去掉我們 那樣的力氣 那大家在這個東西 完成之後 就會覺得 我會有參與 所以有一份 那這個過程裡面 這個東西 就可以變成一個 典品 就是說大家都覺得說 他們一個 父親人人有責之類 但是這個東西 所謂的OCR 不是光學辨識 是那個 XI學的辨識 哦 他們的Geric Geric 類似 等等等等 這樣的東西 它才比較有可能 讓大家覺得 而這個東西 是我們一起做出來的 而不是說 或者是說 我們單向的 某個阿美推廣委員會 在那邊寫一個 很真實的信任 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大家 你看到 非常多的技術 可是技術在這裡面 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 這些塊磅 所以大家通常的時候 你要我們 拿心裡 什麼樣子的感覺 那所以 有一個 有一個分享的方法 以及有一個分享之後 把他們的一些 剩餘的注意力 拿回來 協索的這個方式 大概就是 我們在網路上面 進行動員的 一些基本的想法 跟這些18位朋友們的影響 有13位 有15位朋友 想要知道說 想請教證明 提及這個持守的 安達基的這個 價值觀 歷經這些年 其實在一年半 在政府服務的經驗 覺得這個價值觀 是否有轉天 會修正 會已經得到的 非常好的問題 就是 conservative anarchism 這個是我自創的 所以Google 我大概也會已經找到 不會來找到 那 這個概念 非常簡單 安達基的部分 其實就是說 我不相信命令 就是 我不會去變成別人 但別人也 沒有辦法給我下命令 那就是 大家都是在 自願的前提底下 互相結合 這個就是所謂的 安達基的部分 那所謂的 conservative的意思 大概有兩個 一個是說 我們網路上面 網際網路這件事情 本來就是 安達基的 它在組成的時候 並不是哪一個國家 哪一個組織 哪一個什麼東西 要求大家 非去遵守 網路的協定不可 而是所有在世界上 自願去用這套協定的 加在一起 變成了網際網路 就像最近 新的一些網路 比特幣啊 以太方啊都是一樣 但它不是誰去 掌控的這個東西 比特幣發明的 早就已經消失了 那所以 而是說 它是讓所有 願意再放 這一套方法的人 自願結合起來之後 它讓給每個人 一些他自己 做得出來的一些 拉育物 所以是這樣子的一種 科普業群 共同創造的拉育物 那所以所謂的 持捨的意思就是說 對我來講 就是我們去conserv 這種已經存在的 一些安達基的 這類模型 然後呢 甚至施著去 把它 讓大家看到說 很多事情這樣子做 也許比以前 你猶上了一下 發明的方式 要來的適合 那當然 另外一方面 從這個被影響的 這面 課程角度來看 遲側的意思是說 我不會去硬要大家 非用這一套的課 是完全 隱約這上頭的 就是說 如果大家現在覺得說 跟各套利益關係 不容易溝通 來找我 那會非常容易 來提供幫助 但是呢 如果大家覺得說 本來課程這一套 比較好用的話 那我也不會覺得 因為我是大家的長官 事實上我也不是任何人的長官 所以在 在這個 這一年下來 我們 我們的這個 PDs小組 就是 公共書位重心空間 那我們在院裡面 每個政委 是有自己的 就是一個辦公室 那比較上兩三個人 那我們這邊 因為是所謂的 資源結合 所以任何的 部會的朋友們 都可以主動請到 到我們的辦公室來 所以我們辦公室就有 各種各樣子的 部會的人 現在大概二十幾個 佛泰 但是都是他們 本來的部會 或者他們本來的組織 在付他們的薪水 那所以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狀況 那我們就跟這個秘書長 當時有說 我們盡量不要從一個 補標超過兩個人 因為不然的話 就是會有這個 跑空的危險 所以我們就是一個 非常 diverse的一個團體 大概二十幾個佛泰 三十幾個 那在這樣子一個 loosely 跳動 就是我也不可以 大家下面一點 因為可能就自己 可能就是 想到一個主題 自己去推 可能就是 找彼此的這個 同事們 感興趣的同事們一起做 然後跳 可能就是自願一起去做 的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大概繞一點半 所以回到 這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目前覺得 在正文的這個位置上 用這種 按納自己的方式去做 基本上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正文這個位置 本來就是一個 協調的一個位置 本來只是說 各部會之前 如果各自彼此彩線 搶著做某一件事情 那正文出來協調 之後 或者是說 某件事情 像電子經濟 這個每個部會 都出來推訓說 這就是彼此別人的事情 那這個時候正文 也出面一下說 大家各自認同一些吧 只有通常 這兩種情況上 才需要正文 那其他時候 就是任務的部長 自己就可以 take care 很多事情 所以就是因為 這個純協調 然後不像財事 財事以後是院長的下 的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所以反而非常適合 我們剛剛講的這些事情 但是當然 再三十個人 在這樣子 Vis 照性相處的 這個一年多 有沒有照性相處 因為實際上 很多人是在數位 空間裡面 原本作業 virtually照性相處的 一年多 那大家還是要有一些 最共同的價值 才能夠去找到 對大家都適用的 手錄 所以我們大概到一年的時候 我們有扮演公司 然後讓大家去看說 我們在JDX做這些事情 我們說 我們是工夫的工夫 幫助大家說的話 這是最壞的 但是我們對內 我們自己有些 共同的價值 所以這是我們今年的 一些共同的價值 就是最基本也是最基礎的 是要解決民主推償的一個問題 民主推償 民主推償 我們在史上 大家可能都聽過 簡單的講 就是說從有 行動網路出現之後 越民主的國家 越來越自由 越高的國家 人民對政府的信任感 就越低 貌感就越低 那反而是 就是沒有這些自由的國家 比較極權主義的一些國家 人民對政府的好感相當高 當然這個正確性 其實有壞 但是就是什麼 至少從表面上面來看 就是說 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情 我自己的一個想法 就是因為 傳統上 政府如果還想要當中間的 這個仲裁者 或者組織者的角色 這個角色在行動網路出現之後 可以說是完全要走力 就是說人民現在不太需要 但一些政治 或者一些主流媒體 或者政府的割層 他們自己也可以組織在一起 像剛剛講的一個hashtag 就是外人 所以這個時候 政府如果還夾在中間的話 就比這兩次 本來是小公公 都已經漲得非常大 這個時候 不管你要討論的是 不同的區域的利益 開發利益 環境的利益 個人的私利 公益 或者是所有這種 可能看起來有conflict的這些東西 政府還覺得說 沒有辦法做之前 大家都沒有辦法互相討論 這個大概就是幻覺 這個大概已經不是三 那政府之前還有一個幻覺 就是說 好像是說是螺絲旁公頃 就是說要在中間去找出 這個對大家犧牲 最少的一個解決方案 帶大家去一起往前走 但事實上也早就不是三 就是說即使在政府的場合 在很多所謂的多方的益貫險 彼此之間互相對談的場合 大家也可以找出一些解決方案 所以我們所謂分析不行的方式 不是說我們就是不要使用Social Media 就是要大家一定要去這個 可能Time Hall 或是市議會進行討論 不是說回到以前也往以前的時代 而是反過來就是說 政府也用運用完全一樣的這些數位工具 讓大家知道說 雖然你以前自己跟自己結合變得很近 跟政府的距離雖然沒有改變 感覺上變得很遠 但是政府也可以運用這種快速回應的方法 運用數位工具 也再次拉近跟大家的距離 那拉近跟大家距離之後 大家就會覺得說 這是蠻可信任的 但是當拉近大家距離的時候 我們勢必 如果你一個意見進來 你要馬上回應的話 你勢不應不能回到本來那時候 簽了四層 然後再簽四層下來 等那樣子的作業時間 那樣子兩個月就過去了 而是說我們如果要在 好像說兩個小時之內做回應的話 政府自己的職能就不一樣 我們就要問一套完全不同的問題 我們就要問的是說 OK 現在有這麼多人在 這麼多人在 大家能不能想出一些 比較共同的價值 雖然也想不一樣 那第二個說 如果有些比較共同的價值的話 有沒有人能夠Innovate 能夠創新 想出一些說 照顧到這些價值 對大家多好 不犧牲任何的解決方案 像傳統的關係 我們可以跟大家繼續想 那所以像這種 比較Facility Hative 就是比較引導式的 或比較是主持 或是拿著主持 方法主持 而是Crosse的這種主持的方式 就是我們目前在試的一個模型 這個模型 學名叫做 Open Multistable Model 就是開放式 各方易易關係的模型 那我們的職能 就是中間這個連結 創造出這樣的空間 然後讓各方不同的利益 能夠進來 所以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核心價值 就是建立整個民間的模型 那當然往左邊 我們就會發現說 很多事情民間 就可以自己做了 根本不用管政府做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社會創新 以及如果社會創新 找到一個永續的經營的方式的話 社會企業的這支的工作 就是讓彼此更清楚 各自的感受和立場 那往右邊 就是讓公務員 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幫大家吸收風險 讓當時當初 做這個特定的五千人對話 不是這麼可怕的事情 而是事實上 中長期來看 是省大半時間的事情 那這個我就是靠一次一次的 這個方式去做Demo 那當然在這個Demo的過程裡面 我自己覺得很幸運的是說 一直有很多很配合的這個 這個 以前的這個提案人 就是說 因為我們 他就是要告訴他說 這沒有什麼好怕的 沒有什麼可怕的 但是確實一開始的是 我們看到這幾個次的時候 腦裡就是想 明天都要被佔領 就要被包圍 就要被上街頭 什麼東西的 對 那作為這個前佔領者 我就會搞到 搞到什麼 這個 真的不重要 真的還完全沒有到這個熱度 所以就是說 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就是我們的 臉書平台 就會有人來提案 那這個提案本身就是一個梗 就是說 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動員很好的意思 就是說 他譬如是一個 中規中矩的提一個點子 嚴格來講 他沒有提任何點子 他就是提一個個人感受 但是他在去年5月1號提這個時候 他就可以召喚到10萬的 他有相當感受的人 然後相當這個東西都viral 那當然他的留言 這個充滿了負能量 都貼在這邊 對 來到學術為動員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例子 OK 那然後呢 我們就看一下那個留言 就發現說 到達8成多的朋友們 在上面 豐富的各種負能量 然後呢 可以是針對政府 針對廠商 針對國家 針對天氣 隨便啦 就是會彼此傳染 那但是呢 可能只有一成多的人 在那邊弱弱的說 我們沒有資料 是很順啊 沒有人離開 那所以當面對這樣子一個情況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 engage 那我們的做法就是 我們在每一個部會 目前都有所謂的 開放政府聯絡人 國會聯絡人 專門對議員嘛 那媒體聯絡人 專門對主導媒體 那開放政府聯絡人 就是專門對這五千位 快要上街頭 他們覺得 快要上街頭 才會有朋友 所以像我們蔡政府的 開放政府聯絡人 我們的陽青燈專位 那那個時候呢 他是非常有 sense 他就知道說 馬上要一個 gauge 所以馬上就在線上的 這個跨部位 所有部位的討論區裡面 去電話說 要不要怎麼處理這件事 所以不到四十八小時 所以半夜的時候 他就自己想去 搭一通邀請函 去說 所有這些會炒的朋友 不是有兩隻喔 是會炒的這些朋友 都進廚房 都要到廚房裡面 所以說十一節喔 我們歡迎這些草的最重的朋友 帶著大家的這個負能量 那一起到我們的財政資訊中心 一起來把今年 最為一八年的報酬人品 去進行這個創作 然後大家的所有東西 都會拿進去 那很神奇的 almost of a ride 就是說 過了那個往上升後 因為忽然間 八十度變成正門被 大家都想提出 就是說 我想要 我在像八字 這樣子被打入明年的報酬人品 只有 一程度還在那邊 入口的時候 我覺得財政部無能 財政部上下來了 這是Marianine他們 就是說 你只是一個邀請的動作 你跟忽然間去 你之間就變近了 然後這個時候 大家的力量就會是放在 那協作會什麼時候看 有沒有直播 沒有直播 那透過直播有沒有一些 留言的方式 留言的方式 我們能不能夠具體的 把大家的意見 如實的傳達進來 那這件事情 again 就是剛剛講 是一首安娜琴的 安娜琴的部分 就是說 既然我不想命令 那我也不去做言論審查 所以 在我們當時 把報酬人品的每一個 步驟 就是你從街道 報酬人品 進入報酬方面 街道翻譯進行程的時候 大家提出來的問題 我們絕對都不會 家裡刪修 所以有人寫 自報多 他就是 我們進來也是自報多 華麗刀叫人民王 這是華麗刀叫人民王 甚至 有些我們的議題設定 是說我們都可以 要讓這個 所謂的服務設計 就是要讓大家 用服務心情愈來愈好 但是就有個朋友 一山見血的直處 想到要落水 已經進行就夠好 所以 簡單來講 我們不會去 不會去言論審查 所以跟任何 只要是有一點點 見證清的東西 都會進入這場 那我們做的事情 就是說集思廣義 把大家集思 就找到共同價值 之後 那你就隔天 隔個禮拜一 就是禮拜五回首 我禮拜一就去找院長 當時的一群院長 那一群院長就說 好 那我們就真的去 把這些朋友們 不是只是把 Roman做出來 而是實際 把那個畫面做出來 所以之後 我們就帶著 才能錄開了四次工作坊 把剛剛那一張 大的表裡面的每一個 Fertical都變成一張工作坊 然後讓右下角這些 小的最終 因此也是其實 最專業的朋友們 那以及我們的廠商 紫六個等等 進來去協作 那今年當然 Windows的介面 還長得很像 但是 Mainness跟平凡的介面 就長右邊來好 所以大家真的是 一起做出一些東西來 那好處 並不是說 好像我們 因為其實你放包 花禮大以前 你也可以做出 各種這樣的東西來 但是 co-create的好處就是說 中間會一直碰到一些 你不認識的專業者 就是考來說 為什麼你抱學 這個在前兩天的 超最多的時候 你租那麼多的品塊 跟鑽銜跟硬體 然後你整個月 好像只有前面兩天 後面兩天在用 中間的那個品塊都 他用的很少 基金用的很少 現在都要費錢的 所以我們今年 就是變成用一種 余端的方式 所以省了一大米錢 可以說是這個 Country的 這個樣子的 預算是付的 就是說我們省了一大米錢 用裡面那個連頭 來辦這些工作坊 但是這些東西 如果你一開始不是要 那些小型兄兄兄 和陌生人進來的話 其實是沒有辦法知道的 而如果這些小型兄兄 和陌生人 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變了的時候 感覺到說 我不是持守的 而是我想要逼著他們 一定要做到什麼 那他幹嘛來幫我 那又或者說我 如果不是一個 就是說我一定是 已經寫著院長的命令 我們一定要做成這樣 只是大家要來背書 摸一頭 讓大家可以 是大家真的覺得 對這個sufficiency 有影響的空間 這個時候 大家才會加入這個方法 所以我想其實 目前都是已經 蠻好的一個實踐 我們就在過程裡面 盡可能的 讓基層的護護員 不要因為這些東西 而加班 可以用一些自動化的東西 讓大家省一些力氣 早一點下班 讓我們可能比較 中階的護護員 不會因為這樣子 而蒙受風險 因為發生任何事情 發生任何風險的時候 他就可以說 都是狠狠的 這個電子 所以我就幫大家 吸收風險 但是有虧電的時候 因為這整個過程 都有組織 一切都是同名傷亡的 所以我就可以跟其他說 某一位專位 一位成敗人 他才是真正的英雄 不行你們去看 這樣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有虧電 就是分散的風險 或者吸收的風險 然後大家 又能夠省一些力氣 這三個加起來 不一定三個都做得到 但是至少就要犧牲 就是某一個去發電話量的 在這個情況下 所謂的 那這個做法 目前看起來 是還蠻怪的 有21位的 相門上 知道說 前往委員 人工社會 為什麼有可能 天愛外交人員的工作 那麼多問題 人工社會 當然這個 最近發展出沒問題 但是 我們目前看到的 其實它就是把 弱的工作去 去自動化掉 所以我們的工作 沒有一個很 universal的定義 我自己的 working condition 就是說 你換任何不同的 有不同生命經驗的人 來做 結果都一樣的工作 這個叫做弱 對我來講叫做弱的工作 那也就是說 在裡面 它並不運用一個 人獨得的生命經驗 不運用你的價值 不運用你 跟別人溝通的能力 而是說 有一個well defined input 有一個well defined output 那 人跟人之間 能夠互相比較的 大概就是 對不對 就是你能夠 多多省力 多省時間 多省錢 來做出一樣的東西 那這個在製造業的 散開選擇 當然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功能 也是台灣的一個東西 但是 我們在外交工作上面 大概每一次碰到的案子 就是狀態大概都不太一樣 裡面真正很容易的部分 可能不太多 那當然 公務人員也許 真的有些容易的部分 像說要填 重複關卡的一些單子 或者是議員的重複 來做取資訊 或者是這些東西 也許 但是有很容易的部分 但是我們目前的做法 就是說 把這些很容易的部分 運用一些數位工具 讓你只需要做一次 那到第二次的時候 就由系統來幫你做 那這個聽起來很抽象 所以我們來看一些具體的例子 我比方說這邊有一個平台叫做 重複平台 那重複平台是 剛剛的那個連署的平台 但大家不一定知道 就是說 審計庫 每次看到我們 有一些希望性的做法 以前可能就是 他們沒有審計原則 所以就好像有點打住 大家的創新 但他們現在就會直接在 重複平台上面 問嚴重說 你對我孟姓的做法 有沒有什麼疑慮 但很有意思就是說 同樣就是一個很好的感 就是說 如果他是問說 有沒有什麼見解 或者有沒有什麼貢獻 或者有沒有什麼建議 那我都看給他 但是問有沒有什麼疑慮 我一下子就直白人 所以就是說 他找到的這個情緒是對的 那這個時候他在 收集大家的這些疑慮 把他整理成很專業的語言 跑過來問我 或其他的政務官說 你今天有這些疑慮 你覺得我們怎麼樣 消避這些疑慮 然後我就會寫一些偉大 寫完美大 寫完美大上就是 免心的神奇原則 所以這樣的話 行政部門就可以創新 神奇部門也有一個 建立性的神奇原則 那整個原因就是說 我們把這些東西中爆 就是疑慮的時候 請教給大家 這是一個例子 那另外一個例子就是說 我們在這區裡面 有所謂的來接度 來接度就是每一個 部會自行關卡的 所有的專案 大概一千多個 中上層計畫 年度計畫 多年級計畫 我們就全部把它 公布在這網站上 這個是上個月才來公布的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同樣的 它是非常省時間的 就是說 對很多朋友來講 尤其是記者朋友來講 如果他沒有這些資料的話 他需要一個一個去 問成代表 或者是他一個一個去 作詢 對大家都是一件 很難的事情 那但是呢 因為在這件事情上面 我們有很多具體的 本來就是國發會在關卡 先參與再看這些計畫 所以我們在這些計畫 當它全部公布在這邊 跟大家有這個 彼此之間切削的過程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那目前大家最關心的是哪些計畫 大家想問的是什麼 然後以及各個部門 就可以在這邊去做具體的回應 那所以我這邊不舉 特定的這個太奇怪的例子 我們舉一個比較寶外的例子 好了 像金門大小是交通部 大家就可以看到說 我們目前的階段是CJ.SC 然後這是一個正月管制的月報 的每月登記的計畫 目前開的哪些標案 然後它的年累計預算執行率是多少 那這個東西 如果用口頭 包括洪華世界 那用途的話一下子就看到了 那我也看到有些同學已經 開始露出奇怪的標籤 因為累計預算執行率 他們應該要往下 就是就是累計啊 應該每個月都是往往往 稍微多一點點 那但是當這樣突破出來的時候 我們網友馬上就會來留言 所以就有一位網友 他的名字叫法克林 然後看他的留言 P字不是很會犯 P字不是很會犯 但是大家大概都知道 他想問的意思是什麼 那當然這種P字也很容易多來 就是你如果 你如果這個這個 糾正他的P字的話 想必又會出現 稀過的狀態 但是 但是大家應該都看懂了 所以 我覺得就是要有些個默奈 那那但是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通過的承辦 就會這個很認真的去做 因為本來的廠商施工進度 嚴重落後 我們書面通知 後來他就 就不理我們 理途不回什麼 就跟他解約了 所以他的錢就有一些 途回來給我們 去招標 所以現在就長這樣子 那其實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一個講法 那如果有人想要 再額外的再去詢問的話 那他就在這個基礎上詢問 那像我們上週或系統 以前不是這樣啊 是當地的議員啊 立委啊 媒體啊 各種不同的長官關係啊 這個承辦可能要收 五十的不同的 這種不是不是有錯 的這種詢問 那因為他都不是公開回答 所以每一次回答 之後下一個人也不知道 有問過 然後他就要花很多時間 在做這種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榮詩我講是難免 但是我們都可以 運用一些資訊工具 居然在做榮詩的時候 你只要做一次 第二一次第三次 慢慢也許不一定是 人工智慧 只是一些很基本的 辦公室自動化系統 又或者說 以後當然也許可以 放一些人工智慧 來幫大家學個圖 但是目前我們看到 這一派的人工智慧 大概就是這種 不會有敵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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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間不需要用到人的 這個太多的個人的價值難斷 受過專業性的人 來做大概都一樣 就是所謂工具人的這個部分 大概可以被人工具取代 這個大概沒有問題 但是大家在工作裡面 其實工具人的部分 真是少數 那些需要用到自己 自發的生理經驗 需要用到人感知 和互動 需要用到就是 找到共同價值 更好的這些能力的 目前看起來 在這一代的人工智慧 還沒有這樣子的能力 那至於有這樣子的能力 人工智慧 那叫做運用性能工智慧 HRI 目前一說是30年後 一說50年後 一說300年後 但是事實上 就沒有人質 那怎麼樣做那樣子的東西 所以大概都是 特判小說的這個境界 所以應該在各位 這個至少退休之前 還是要多這個 有人性價值的東西 可以做 好 有世界文朋友想知道說 剛才我花了很多時間去講 就是播放跟與關係人 一起collaborate 這個概念 那外交業務 多數的情報 法規定 傳統科剩組織 像新聞除了軟性立體之外 政務工作室 會有讓民眾 然後不會協作的可能 我覺得是有的 就是像 目前像 WHA 應該大家都 都做個蘋果嘛 那WHA 裡面當然 外交系統 做了非常多事情 就是歐盟啊 美國啊 這個不同的多邊的那個 架口裡面 其實大家都 都對台灣做了非常多的 encouragement 那但是呢 同時間 民間其實也正在做 民間對民間的 COC的這樣子一種外交 比方說要去 跑去日內瓦白 一個什麼 展判啊 這個 就是 應該要走進去 暖月圈的人 走進台灣啊 之類 他們去做了很多 目前 有一個名詞叫做 暖實力 就是 不是只是暖性的議題 而是暖性議題 就是 所謂的 warm power 暖實力的意思 簡單來講 就是說 雖然說 我們在多邊的 裡面 大家的訴求 很多還是沒有應有的權力 沒有應有的國際地位 或者沒有應有的一些 具體的一些參與權 那這個當然都是在多邊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些東西 但是其實在國際上面 被打壓的 沒有參與權的 或者被 描述的 其實很多 那台灣可能是 裡面最強的一個 所以 從某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說 我們也有這種 感同身受的 這個狀態 而且我們不一定要 踩在一個 受害者的位置上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個 台灣的那個位置上 去看 所有其他有類似的 這個 弱勢的狀態的 然後去 試著找出 說 我們有些共同價值 我們之前有些經驗 你如果要這些東西好 你可以突破你的困境 那就是所謂送馬 有這種工作 所以 所謂的問號我自己的詮釋 是說 我們在這邊 去做這些事情 就是 civil society to civil society 還是 c to c 的這個狀態 但我們從政府的角度 從根本的角度 基本上就不要打路 不要 不要讓 civil society 的人覺得說 他自己 在裡面 這種區塊 做連結的時候 當政府再撐他後退 我們能夠做的 很多是說 在過程裡面 去讓大家知道 政府最新的一些情報 最新的一些情況 那這些情況 本來就是 不怕人知道是他人不知道的 然後再去結合 剛剛講的很誘憤的一些明件 的軟體 去讓這種不怕人知道的東西 真的讓人知道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確實啊 這邊在 他畢竟不是經貿文化 所以他事實上還是 相對上來講 比較軟性的議題 但是這個軟性 我們可能說很軟性 的這個議題 他的 或是很想能夠 出財的人 事實上是遠多於我們的 就是一般的外交的公園 或者是一般的外交的公園 這個是建立一個結構 但是這個是說 你在計額的結構裡面 你不一定去調整 這個結構 但是你去試著的 這個計額的結構裡面 把這個訊息 讓更多人 是以一個感動遵守 而且願意幫你 分享的方式 去做出去 那這個也就有非常多 然後我幹 有多寫作的這個可能性 所以我自己 並不是非常習慣 客層的工作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知道 怎麼在客層的歷史裡面成功 應該問我是沒有意義的 我做反向都是 用到物協商的能力 事先在進來事情 就講好手 我不接觸國家機密 但是我看到所有東西 都給我來 那為了是說 我不一定都要進行 正院園區工作 但是我願意把什麼 園區工作的能品 跟設備 分享給所有的部份 讓所有部份內建 這樣子的能力 那等等 或是說 我不去做財事 我去做建議 但是我很願意去 去翻譯 這些立官先生的想法 去讓政府提醒的人知道說 或是我們聽得懂 那些語言 沒聽得懂我們的語言 等等 就是說我一開始就是 把自己的工作訂回來 這樣 所以好像說 國防夜期的時候 我就要請一天假 我現在還是會知道 那個平安所在哪裡 所以就是說 所以一開始當 就是工作的事情 很切割 就是我就是做這種 比較 比較 工作的時候 那這樣子的話 好處就是說 我就不會受 像國家機密法裡面 很重要 就是說我如果 這套系統裡面 有一個進步是國家機密 我整套系統 會不會被整國家機密 像這種 傳染性的國家機密的東西 我希望是有一個 quarantine的角度 就是我們辦公室的設立人員 去看密件的部分 那密件 我就不看 那可以吃的 當然不是可以吃 但是就是說 那就是公文的 沒有密件 那今天好像是 我去 我去 那你也絕對不會看到 我會回覆 一個密件 所以就是說 但這個都還是 真務工作 這個並不是事務工作 真務工作 從我的角度來看 是年居共同的家 是找到公共結吧 那這個還是 這個其實不是傳統 意義上的那種 需要保密的 因為我碰到的事情 都是主動來找我 既然來找我 就是壞人知道 是壞人不知道 那所以 這是我自己的 這個一語之見 各位 以後當部裡面 很多別的 別的東西 但是至少在我這個角落 它是完全是可以 到我身上 就可以對外人理解的 這件事情 所以可能性是 一定是有的 有實際 我非常想知道說 我們的科技以及網路 社會科技以及網路 編輯的公司 也在那裡 以資群的理由 以貿易角度 如何平衡網路 以及社群的媒體應用 資產平衡宣傳 每一切的應用 以及國家安全的資訊 和回護 簡單講就是說 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那些訊息層 訊息層就是 不怕人知道 只怕人不知道的東西 那如果是這個形狀的東西的話 其實你唯一想要 Clear的在資安的角度上 就是不要有人用你的帳號 然後去PO一些東西 那大概就是 把這個東西固好就可以了 因為你PO的東西 內容本身是 是你有經歷科研的弱勢 做我剛剛講的 這部分的工作 那這個東西就是對外 就是對付對定人 那大家可能要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雖然在Facebook 或什麼上面 它當然都有 有所謂的隱私設定 你可以指給朋友 或給朋友的朋友 但是大家也知道 這就像是 一個祕密 你通知跟你講 不要跟別人講話 對這個結果就是說 轉眼來就去跟別人講 而且他可能覺得 要把後面的祕密 來做一些趨勢的話 但是這個過程 就是造成 我們那個行動更大 然後所以 到最後傳出來 都已經跟你講 已經完全沒有關係 所以就是說 就是說這種高自培 是我們想要避免 我們以外教人員講說 當然是希望我們 這個真實的神奇的訊息 是非的 無實的接受到 所以 從各種角度來看 簡單的講 就是你在通的時候 就不要去想什麼 朋友或朋友的朋友 就是 就是地球就是摸開的 即使是你通的是 所謂的朋友或朋友的朋友 去做 基本上觀眾 上好比沒有所謂的朋友 沒有什麼概念 那在這樣子通出來的時候 即使他在那個設計 我只告訴你說 我只會傳遞給我 你基本上去把它當作 做公開的 就是這樣 那在這樣子的心態下 其實就比較不用去想 所謂的隱私 隱私那個是我們作為個人 我們自己知道說 我們在有一些分別的通訊 所謂的秘密通訊 那這個秘密通訊 不應該被攔截等等 那這些部分當然是 有兩個概念 一個叫做點對點的加密 就是說 不是我先存在某個人手上 那個人再去轉發給另外一個人 而是點對點 就是說中間我們 不管經過多少的傳遞的主機 這些主機都沒有辦法攔截 或者是透看我們的內容 它目前很多即時通訊軟體 它是沒有點對點的功能的 那如果有點對點的功能的 好比像說 蠟油很長一段時間 沒有點對點在群組裡面 沒有點對點的功能 那所以我希望都不用蠟 就是原則性的提示 但是這個最近 最近大概一年多 他們 他們LINE的人還特別跑來找我說 我們把他 迅速對話點對點寫出來了 你現在沒有你我不用 所以我現在是出於習慣不用而已 那所以 基本上就是說點對點加密贈 是最重要的 那除了點對點之外 有很多通訊軟體 他還有所有的兩階段認證 或雙因素認證 雙因素認證 雙因素認證就是說 不是只是 基本上我們在認證的時候 有三個因素嘛 就是說 比如說你是誰 就是身體的部分 然後你記得什麼 就是像密碼這樣的東西 跟你有什麼 好像可以這樣提款卡 那這三個因素裡面 如果只有一個的話 那那個是很容易去訪貌 或者去 即使是賣賣去看 都是有辦法去騙過這個電腦的 但是 你對你會想要入籤來講 他同時舉的三個因素裡面的兩個 這個程度果然會變得非常高 而且他舉的會有時間差 所以就會變成說 你會知道這段 有人已經知道密碼 他在串人密碼 可是他沒有你手機上面那個 六個數字的那個 或者是你的biometric 所以說他在串人密碼 你就會知道 那時候你就趕快 有時間去改密碼 那這個在自然上的縱深 就是說 人家打到外面的時候 你就知道了 所以人家打到裡面之前 你就可以把它投上 那這個縱深 我想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那這個概念 其實用起來並不困難 就是說你就是 養成一個習慣 就是用雙因素認證 有一點對抵加 你作為通訊的這個頻道 那這個對基本的隱私保護 就差不多了 那筆記者在網上 就是你要看他的 Prime 然後肯定要收督 我們的GDPR GDPR就是一系列 給使用者 這個權益 以及Power實用者 讓他隨時點示到 我的資證 在被什麼使用 怎麼樣 我想讓他撤下來 我想讓他去修改 我想讓他用人 評論我的方式 解釋給我一份 等等這個方式 讓使用者的這個權利 那這個部分就是 有空可以參與 GDPR的一些科普的一些 教材 我們國家會有 GDPR的一個專群 那這些部分 是一些嘗試 不管是外交人 大概都要有 但是我剛剛講的那一套 就是外交的一些方法 所以蠻實力的 這種外交方法 它大概就是把網路 當作宣傳 和削作的一個平台 它不是去 好像是說 在上面去進行 一些命運動工作 那命運動工作 成績這類的部分 那這種公開的工作的話 到底是不用擔心 大概就是 保護自己的帳號 不要被傳開 大概這樣子就可以了 有Parshal的朋友 想知道說 請問我們外交是否可以 運用我們剛才 昨天的Laboration的模式 使人民提出創新方法 也住得突破 當天外也穿過外交限制 讓每一個人 成為群外交的行動者嗎 亦或可能受他 或上以後 網軍下以後的影響 而要對這部分 有所考慮 有好支持 所以說 我想是這樣 就是我們 要看做的題目 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 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 他做的題目 我不想知道他 用過維基百科 所以我就不 特別解釋維基百科 是什麼 維基百科 他做的題目 可能是SDG4嘛 對不對 真的提供優質的教育 那 SDG4的一個特色 就是說 他其實 嗯 他是一個幾乎 只有加法 而沒有減法的一個東西 在維基百科 上面有所謂的 分音域組織 音域組織 任何想要去控制這個世界上 第五大戰的勢力 大概都都在裡面 所以這個社群本身 他已經研發出一套勢力方法 那這一套所謂的社會勢力模型 就剛剛講的 剛剛是說 他是可以吸收非常非常多的 trop 像小白 他可以吸收很多小白 就是 比較白目的朋友們 那在這個網路上面 這個 不會狀態嗎 但是狀態是可能 有年齡騎士 就是用小白的話 OK 就是說 就是這些比較白目的朋友 在維基百科上 他當然都會提出一些見解 那在這件事情 當然我們都知道 不一定很有價值 很多是人生的東西 但是維基百科就是 有個好方法 他可以幫我聲稱 你留100個字 97個字都是 這個 就是 歐威爾式的頻道 那但是 你沒有 三個字 你沒有三個字 是 就是看起來是有沒有建設性的 或至少被 被 解釋成有建設性的 所以我一代課編輯 他就會刪掉那97個字 只留那三個字 而且會在你的這個 個人頁面 或討論頁面 講說我們非常感謝你的貢獻 因為我們有 Termal Service 這只有七個字被刪掉了 然後我們也不是言論管制 你去按那個歷史紀錄 還是看得到 那但是呢 我們就留你三個字 那這三個字我們很距離 唯一甚至把它加了很多字看 然後 然後再多編輯 去把這三個字展開成 你很關心 而且覺得 寫得很好的方法 這樣子一次兩次 那這些白目的朋友 就會發現說 我要 要大家的注意力 那其實有人上網 這些東西 他就是要大家注意 可能 在現實生活裡面 不一定是網軍網 他可能就是 現實生活裡面 比較缺乏人情關係 溫暖的擁抱這些 所以他就是 醒來一個孤單的寂寞 我覺得那個 然後 上網之後 這些東西 這個放過 其實很好的想要 獲得大家注意 對 但是獲得大家注意的問題是說 這個是沒有搭檔的SDG3 健全身後的關係 對 這麼不難 對 就是說 你獲得大家 幫他站著 我幫他注意 都很空虛的 也就是說 不能靠這個 然後也沒有辦法 也出來一起聊天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 完全匿名的 不堅公共鞋的這個狀態 所以 這樣子發展的時候 大家晚上 雖然是絕對經歷 我就發了發洩 但是 他並沒有因此 更接近任何一個人 也沒有因此 變得更溫暖 所以他這篇期間 還是覺得很冷 然後他就再找一個論文 去投入這些東西 那所以 我為了 想改一些歸正 為歸正 就是說 那他既然就是 擁抱小蛋 然後我們去讓這些 白說的部分裡面 那三個有建設性的字 讓他獲得 跟他所渴望的 那種關注 然後呢 讓大家知道說 連旁邊圍觀的 像你看到說 你用這種 就是七個字的 這種人生功能 希望是沒有辦法 還到注意力的 就是很快的被刪掉 但是只要裡面一點點 可能有建設性的 這個發芽的這個種子 那大家就可以把它變成 這個 很漂亮的這個植物之類 那所以 在這個過程裡面 整個重點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們是覺得是 有一些 有一些 contribution 那些contribution 是比 一個個人大學 他就有歸屬來 如果會出來 他就可以開始願意去參加 什麼危機 變形小具 什麼這些活動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可以把 看起來好像是 網軍的 或者你也不知道的 就是E-Bed-Face 這些人 白結規則 變成有 貢獻有助 創造的一些社群成員 那當然這個 教化的這個 可教化程度 每個人不一樣 所以 這個 這個矯正機構 也不是萬能人 所以 其實是這個 這套運行最順利的 英文文記載客社群 它的這個 在分裏 也不是零 但是 至少就是說 經過一段時間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 剛剛有一半左右的人 他就真的變成 積極的貢獻者 那可能另外一半的人 覺得說 那這個人真的 不是很好 他就去Fortech 去各個地方去鬧 所以 我的意思是說 不是說這套是萬能人 但是 至少是說 這套運行中間 裡面形成一個新的場合 那所以這個場合 才是我們要 要注重的 所以 即使是 所謂的泰國網軍 其實在內容層 以及協作的這一層 社區這一層 去盡情干涉 其實是非常好整整的事情 也沒有辦法自動化 對大部分的 真正的 所謂的自動連戰來講 最簡單的方法 當然是去公開底下的 不是內容應用層 而是去公開它的連接層 去公開它的硬體層 所以 都可以在內容應用層 玩這一套來得容易 所以 在底下的這幾層 當然你就會發現說 有的時候 看起來是這個 就是 一路長城的防火橋 突然之間開始有攻擊能力 還可以去看到那個網站 那這個數字是有的 那 當然 我們就是在 在資安的機區商標 繼續緊緊去 確保以下的這些東西 不會被環觸 但是到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的都是說 所謂的網局 真正有編織 有組織的資本連接 他們目前覺得 COSIFIC 比較高的地方 還是在打以下的幾層 而不是在打上面幾層 上面幾層真的是 礦於被識 而且並不容易去影響 而且一不小心 就又變成梗 就是你好不容易讓人道歉了 然後那個道歉 又就會影響 總統選舉 所以鬼斯川被壞人的機率 真的太大 所以基本上 我們目前看起來 就是說 除非在某一些 他沒有這種吸收小孩的 那麼一個 任何人都是來好照的 那這樣 當然也可以洗表情包啊 洗毛咪圖片 去帶方向 但是 稍微比較文明的一個社群 或者一個討論上 我們大概對於 毛咪圖片跟表情包 都有一些抗 就是一些抗性 就是有一些處理的方法 所以重點就是說 你挑你的戰場 你挑這些空間 這些空間 它有Serve Regulation 它有自己 挑很多治理的方法 如果大家有分PTT的話 應該知道 就從班主到小組長到什麼 但是那就是一套治理模型 那你這樣有治理模型 基本上就不太怕 在內容層被打 那你不怕在內容層被打的話 而且尤其是如果 內容戰場跟技術戰場 中間的溝通很通常 有一些兩邊都懂的人的話 那這一部分就不太需要保留 所以我的具體建議就是說 找到這種比較健全的一些空間 然後呢 確保說我們在上面做的事情 就是 任何人來都是有貢獻 而不是類似的這種 抗拒的這些東西 那剛剛那些SDG 目標都是這樣好的例子 因為SDG 相信大家可能也知道 當初就是在聯合國炒了非常久 而且都是直接多變 而且Major Group 各個不同的DM學炒了非常久 所以最後留下17個 大家一起做東西 有爭議的部分 然後把沒有爭議的部分 放到這邊 每個寫一個很漂亮的iPhone 但是呢 一些比較有爭議的部分 像原住民族權一樣什麼的 就沒有放進去 就是因為它事實上是 controversial 所以基本上 你只要對應的到SDG裡面 拿杜瑋石金瑋編碼 幾天幾天幾 等這樣子的東西 它基本上就是 大家已經過幾套分布了 任何人進來都是有奉獻 而不是互相搶奪的 因為互相搶奪的 這張Selection Bias 真的就沒有出現在SDG裡面 所以我們拿著SDG的企業 在這種比較有質疑 模型的這些空間 去進行這些collaboration的這個模式 基本上是一定work 而且誰想要來就是干擾的話 基本上是它流連 不是我們流連 所以這個時候 就比較不怕這邊做假的 上映號或均下映號 那但是在別的空間當然 或者別的屏幕當然 就不一定有這樣子的情況 有時期有朋友說 這個對於政府首長開設 官方社群媒體帳號 有什麼建議 我自己其實是有兩個Facebook帳號 就是一個是叫數位證偉 然後一個就是我本來的Facebook帳號 那為什麼我要開一個 就是額外的工作用的帳號 主要原因是我想要試一件事情 就是我能不能去交接 就是下一個數位證偉 它是不是可以reuse 我在Facebook上這個 就叫數位證偉 我忘記在Facebook帳號寫一線 SHU.W.ZH.W.DI 就叫數位證偉的這個帳號 在我們整個更改我們的 拼音方案之前 應該都沒事可以使用 但是這個帳號寫的方案 它從我的角度來看 我就是完全不加朋友 然後完全不去做任何 所謂的私下的溝通 那所有我的回應就是 拿我已經公開的東西來回應 它可以說是一個 卡對比發布的這件事情 它跟我們來Facebook的那個社交群是切開的 那另外一個好處就是說 為什麼我是去用一個profile 當時Facebook的 有一位這個 類似我交換的朋友 這個來找我這個討論的時候 是說 大部分的政治人物都是用Facebook page 那為什麼你堅持用Facebook profile 那我就是 當時跟他說 因為你們幫他 可以使用profile 那但是實際上 用profile 可以使用page 至少有三個好處 一個是說 這個profile 它跟現在還是有蘭果果 還是有自己設定嗎 就是說 這個profile 它可以去在別的 不是page的地方 好比說 一篇新聞 它提到擋控 然後裡面有些 報導失事之處 我可以直接跑去 那個新聞底下去留言 然後呢 或者說這個新聞轉貼到 某個人的牆上 或我們如果設定的話 我就可以跑到那個人的牆上去留言 事實上我的Facebook是沒有feed的 我是用了一個 程式去把Facebook的面牆拿掉 所以我看到Facebook就是一片空白 我要主動找關鍵字 主動找人 我才看得到他的Facebook的內容 所以因為這樣子的話 我的就是心情 就不會被演算到所有的情況 各位也可以稍微考慮一下嗎 這個畫面叫做Facebook feed 以外你可以的 就是Facebook的牆面 的feed的這個 清除器 而且它清除完之後 外面會放一個什麼老子 阿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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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邊的話 另外 所以第一個好處就是說 我可以去別人的個人帳號 去進行 實施的對方 因為Facebook上面大部分的對方 其實在人跟人之間 而不是專業小別人 專業小別人之間 那第二個好處是說 大家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它真的是我 做過本人 如果是你去用一個page的話 大家都會覺得一定是 上以後 軍下以後 再管那個帳號 而不是這個本人 再管這個帳號 但我這個稿 當然可能是同人們幫忙寫 但是實際最後上稿 其實唯一我都是親自做的 那這個authenticity again 就是讓人比較有腦筆的空間 因為人在腦筆裡有一整套 怎麼跟另外一個個人去對話的這個 所謂的社會劇本 但是要怎麼樣更抽象的一個position去對話 大家都沒有這個劇本 所以個人其實是非常有好處的 那只要有同學這個 好比方在回應的時候去質疑 說這一定不是狼狼本人 一定是這個什麼AI 還是什麼這個小電話 什麼之類的 那Facebook現在要知道 在留言的回應的地方 是可以按錄影的 所以我直接按錄影 然後就直接對我電腦說 感謝這位同學的這個詢問 我們說要上一號 我們說要下一號 但是呢其實這個賬號 都是我自己在做 然後我就指化十腦筋 然後我就送出 所以從看 從這來看 就是說這是所謂雙音速嘛 就是說不是只是我的文字而已 馬上就有一個有度有真相 有音片有真相 而且是一定不是預錄的 因為我是把它的留意電出來了 所以第一個他會覺得 這個受眾多勁 然後第二個是說 他會學到說 這個後面 節目後面有個真正的人 那這個時候 他就比較不會 好像是隔著影片 達不到人這個情況下去 然後裏一些 各種的東西去留言 他就會發現說 是有一個真正的人在後面 那最後是用一個 跟真正的人對話的同時 再做對話 這是第二件事情 就是說去把這個人的 更多的面向去透過多媒體 去呈現出來 那第三個我覺得也很重要 就是說 就是說我自己是看Facebook的方法 就是說我會一直去 我目前關注什麼 像之前做社會企業公共 叫做明日亞洲 我就把Facebook 上所有提到明日亞洲的東西 用Facebook內建的 搜尋功能 推特上的內建搜尋功能 1350 公開 其實東西大概都看過一次 所以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我是跟著這個關鍵詞在回應 而不是跟著我本來的人 在回應 那所以是大家才會提到 我們看到通常只要是開啼球 我大概就都看到 看到通常是問回嘛 我覺得 我有請不去 就去再問回 所以第三個概念就是 一個召喚手的這個概念 然後我覺得也是很重要 就是說 因為你現有的人脈 基本上是你自己的 大家有的一生 那簡單來講就是通文層 但是我提到這個 共用的關鍵詞 絕大部分不在你的通文層裡 所以如果你是靠著 關鍵詞去進行engagement 在Twitter上 想透過hashtag去做engagement的話 你就是在grountain你的通關層 在突破自己的通關層 但如果是在你自己的原賣裡面 然後不斷地去問你自己的Facebook 可能沒有其他朋友說 你是不是都會有什麼想法 那大家都會有這個server enforcement 就是想你想聽的 那到最後就是比較難去看到說 我們目前來做法有什麼局限這樣子 所以 again 就是說 把吵了最兇的朋友們要到廚房裡 那一下如果還不想要發生廚房裡 他保持命名或保持什麼都沒有關係 那我這邊只要確保所謂助理的對稱 就是說他只花了一分鐘寫這些字 我不要花超過一分鐘處理他 那而且我盡可能快速的讓他知道說 後面是一個真正的人 我目前的價值是哪些 那如果有可以合作協作的地方 那就做 那如果沒有的話 讓他持久知道說 那我是很respect 他在網路上這些意見的 那以上是一些基本的建議 那這樣子做的一開始 是非常非常好事件的 因為大部分人在腦裡面 會有一個自我言論審查 不能夠想到什麼就講成 所以其實你實際上 作為這些東西 或錄影為這些東西 可能一天 像下午前一天 一定不到一小時的時間 在做這些事情 大概分散在一天裡面 有個時段 但是如果是沒有這個習慣的朋友的話 那他光是花在搜尋搜尋搜尋上面 可能就要花五十類的時間 所以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果你的工作的機關 有一個很明確的社交媒體 policy rule of engagement 什麼就是可以講 像一些大的部分的小便 現在都有這個 policy 就是如果你已經有希望 部分網站上已經有的資訊 那就是一層的覺醒 那但是如果是沒有的資訊 你需要做的外的判斷什麼的話 那有些罐頭訊息 這些罐頭訊息 你隨時都可以用 超過這些罐頭訊息 你要簽一層 你要簽兩層之類 那這個 policy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沒有這樣的話 小便隨時都會這個活在那 我發的這篇之後 下個禮拜他會不會回來 對 這樣子的一個恐懼裡面 那這樣他就根本還沒有效力 去做社交媒體 engagement 有13位朋友們想要說這個 能否請我談一下數位外交的情況 其實我跟就是 就是部長 當時談的時候 並不是談特定的案子 我們完全沒有談特定的案子 我們談的是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是說 在多方利益關係的一些場合 像大家可能有聽過 叫做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 或者是說 大家可能有聽過的 UMIGF 那這些場合都有一個特色 就是說 它不是純粹的多邊場合 它也不是純粹的能源社群 它是多邊的組織跟面間的社群 中間的一個橋樑 那這個橋樑的意思具體來講就是 像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裡面 它的職位會裡面 有一部分就是主權國家的代表 但是另外一部分就是公民社 把CSO的代表 席位場中是一樣多的 而且方便群也沒有差別 所以這個時候這種 HIGHBREAK的模式 或像UMIGF 它就是跟完全是 像講安娜奇模式的 Infinance Society 跟UN它可能是 國邊組織裡面的電風了嗎 這兩個發現說 在網際網路的事情上面 那還是要在同一個地方來看 所以同樣的道理 這個會議的organization 它就是在IGF的模式 還有直播 任何人只要說 我是哪一方的Stayholder 我就可以進來 作為開放實度 和利益關係的意思是說 不是由一個秘書處來決定 你是不是利益關係人 任何人只要提得出 能夠給其他利益關係人 看得懂的一份文件說 我跟這件事情的利益關係是什麼 我就是利益關係人 它是完全是 保存Tier Basis 這樣子利益關係 所以這一套 就是很多網路智力的這一套 碰到UN的時候 碰到UN的時候 當然磨合得非常久 但是後來UN就發現說 確實需要有一個方法 讓不同的智力模式 像一開始 現在已經都有Stand to End的Innovation 美國一開始的 這一套大學的一個智力模式 到最近當然歐盟GDPR 它是 不是覺得說 Innovation是一切 你不能夠威脅人權 人權為主的這種智力模式 又或者在 烏鎮高峰會之後 這個背景方面 他們覺得說 需要網路空間式 是以國界的妥設 跟延伸 所謂的烏鎮模式 所以說 在目前網路空間區 本來就有三個 一起很多小的智力模式 在同時之間 再從彼此晉合 所以當時UNHF 就是覺得說 那我們就是要在 UN的Ambrella底下 但是還是用HF的方法 大家一起來訪問 一些這種網路智力的議題 還說此之外 還有很多 像有一些這個城市 像這是我當時在瑪格麗 瑪格麗 她是 不是林維希 王王王 怎麼跑出林維希 OK 瑪格麗 那個 瑪格麗 當時他們是因為 是一群佔領者 然後他們 當上了市長 是委員的佔領 那所以當時呢 他們就是在 要這種所謂的 Decent 就是 去中心化的 多種中心化的 治理模型 那他們就是把 所有正在做 Decentralization 的這個 市政府 那大部分是市政府 大概都要到 他們瑪格麗去 然後去 試著去看說 有哪些佔領的時候 可以用的工具 基本的市政府 還可以用 像這樣子的討論 其實也非常有意義 因為本來 國際佔領運動 從占領懷界開始 就一直維持著 每個占領點派兩個人 跟別的占領點派兩個人 跟別的占領點派兩個人 建立一個 這樣子一種 所謂的occupied work 那這也是一種 多種利益的關係 來的關係 但當這些人 就是 進了市政府之後 他們同時也是 多變裡面的 所謂的市長 或者是市議員 那種代表 所以代議是 跟從世界民主中間 怎麼樣互相溝通 那這個也是 就是目前 大家都在 做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 所謂的sweet hack 就是公民科技的一套network 這樣這邊就可以看到 當時還在 法國 立部 不免職業的佔領者 那他要把這套 佔領的方法 拿回非洲 那包含三年加二 以及我們目前在看的 布吉納堂所 大概都可以用這套方法 去進行民主的治理 那從紐西蘭的佔領者 從西班牙佔領者 台灣的佔領者 那一個市美食 就可以在這樣子的網絡裡面 進行 本來是 純粹的防禮關係 但是 慢慢就是大家都進了政府 之後又變成多變了 可是這種很奇怪的 這種組織 那這也是存在的 然後 那又或者像說 除了 OGP IGF 以及剛剛講的 三年者 Network之外 那還有所謂的 Digital 7 那 Digital 7 那有意思 就是 它是一個 Network of leading digital governments 所以他們自己都取了一個很厲害的名稱 叫 其他書衛國 那其他書衛國的 這個成員就是 The Usual Suspect 加拿大 萊塚 西蘭 南韓 這個 UK 還有烏拉圍 那這個 就是傳統上的那種 就是 這種官高來高去那裡面剪裁 有什麼不一樣呢 這個不一樣是說 我們就是在治理的過程裡面 去找到一些reuseable component 像我們放逐自导的方式 我們做直播的方式 我們去搜集一些意見的方式等等 這些都是城市碼 城市碼 那是可以非常容易transport的 所以這些東西 我們就是讓這幾個不同的國家 有一個working group 我們每個禮拜有一些週會 然後每個月有固定的月會 然後也是在網路上 slip頻道或什麼裡面 去交換彼此治理的一些新的點子 那像這個月我們目前focus的 就是所謂legislational code 所以說有一些合約法的東西 是不是有可能用城市碼寫出來 寫出來的時候 都怕編一條各國的合約裡面 這樣在談投資合約 或者是一些新創的時候 就不用去顧各個不同的國家的律師 而是說你可以一次談出來 什麼議題使用 那像這些東西都非常practical 都是失誤層級的事情 但是又很創新 所以創新也沒有風險 這些國家各自是大部分都失敗 我們做的就是說 讓有一個成功能能夠很快的 去做某式的擴散 那我們目前在Visor7裡面 是一個有識無名的成員實體 就是說你在公開網頁上什麼都看不到 但是其實每一場 每一場都參加 所以就像這種東西它也是 對於各國各自數位置 就是你給你的賠利 那這個賠利 我們目前也有相當多的參與 所以就是說數位外交 它並不是單一的一個個案 所以當時間就在分享 就是說 有這麼多的Network 那這些Network的好處都是說 你是一個 生活社會的organization 或甚至你不是一個organization 就是一群像是政府的同好會 你的席位 你的發言人的聲量等等 都不比國家的這個 政務管理要來的少 事實上席位是相同的 所以台灣這個概念 它可以不完全只是一個 就是政治系統裡面的概念 它也完全可以是一個 像我去巴黎LGP的時候 當時我是在巴黎市政府的演講 他們介紹的是台灣's national minister 然後完全是這個發言權 所有的露出都完全一樣 唯一就是剛才說 我的名牌上面是粉紅色 而不是藍色的一條線 那就代表說 台灣是一個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 然後我是這個 CSO 裡面的 叫那名牌的一個人 但是雖然有這個顏色的不同 但是初次端實際參與 完全全力上的差別 所以這種 Pyp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我們只要不要那麼挑 覺得說我們一定要持 上一號主權國家 上一號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實際參與 其實就都一樣了 那而且這種主權實體 事實上在這種 Global的情況下 像Google也好 Facebook也好 這種準主權實體 他們做的事情 事實上就是 他們在做的 讓大家信任他們的方法 事實上就是我們公共世界的方法 有非常多的國家 尤其一些北歐國家 但已經對這些跨國公司 太外交關了 所以在這樣子的概念裡面 我們傳統相對於 多邊的這個想像 慢慢在衝動 所以我在想 所謂的數位玩笑 倒不是特定的數位工具 可以信任什麼的 不是那種比較清門頓甲的工具 算那個真的很好玩 但是 而是說我們一套新的想法 就是說在網路上面 其實你真的分不太清楚 誰是什麼脾氣 那我們實際進入這些空間 這些空間是 多方利益關係 更多邊同時存在的空間 我們挑 我們能夠記得去的方法 然後在裡面發揮實質的 實力 所以這個是一個 基本的概念 那我是蠻高興 就是說 首先就是很買單 然後 二方就是我們接下來 在做的過程裡面 我們就會希望說 這些專業 可以慢慢不是只是累積在 新的辦公室的同任 而是會有外交部同案 來跟我們一起來做這些評判 慢慢它可以累積到外交部 或是外國裡面 大概這樣 有十二條想知道 從開放政府的角度 要如何評論 這個中華人與共同國政府 現今網路使用自由緊縮的狀況 以及未來的這個走向 我不想實際上 就是我們用著開放政府的這四個概念 就是 我們回到開放政府的幾個概念 這四個概念 就是 在發生的事情 要能夠一發生 就讓大家看到 就叫transparency 發生事情的過程裡面 如果有 大家能夠有貢獻的地方 讓大家的貢獻 能夠實際 進到最後的結果 這樣子 然後 在這個過程裡面 如果有 答應要做什麼 那最後有做到 要能夠讓大家看到 這個說到做到 這叫當責 如果說到的東西 沒有做到 那民間要有一套方法 來問為什麼沒有做到 這叫問責 那如果又回答不出來的話 至少要知道說 這麼想回答不出來的理由 是什麼 在哪裡卡住了 那就可以去找到 相關的人員 這叫客責 那這些不管是 參成當責 或者是客責 他在英文期間 有一個概念 叫做當然別的東西 就是說要做到 然後 最後就是 inclusion inclusion就是說 前面三個都很好 很棒 但是他就會讓文字能力 特別好的 住得離開 可以比較近的 等等網路這個使用 比較熟悉的人 獲得以前多的參與權 那inclusion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盡可能用技術 去配合人民 而不是要人民 來配合技術 所以我們inclusion的意思就是 太陽政府程序 隨著它的擴展 要讓越來越多的人 能夠加入 如果是越來越少的人 能夠加入的話 那就不否inclusion 它就是所謂的exclusion 我們用太陽政府 這四個角度來看 就是所謂 民主集中式的治理模型 就會發現說 北京方面 他們當然現在 花很多時間 去做 transparency.com的 這個就是真的 就是說 transparency的技術 和contentability的技術 它不一定要靠 單一領主 它也不一定要靠 任何領主程序 它只要就是 國家先去運作的過程裡面 你說到做到的這個 train record 你放在一個 有公信力的地方 大概就可以了 現在有公信力的地方 最夯的就是 分散是這樣的 所謂的上列 但是 不管你是不是上區塊鏈 你只要放在一個 不容易穿白的地方 那這個東西 你還是可以建立出來 所以 開放政府這段點 其實 民主集中施的國家 也是很有興趣的 他們拿這些技術 也是可以去使用 那問題當然是 在右軟邊 就是說 很多時候 所謂的民主集中施 它的 participation 方式 它就 勢比不太可能 是每個人都 能夠往不同的方向走 它大概就是 以前 預先決定的方向 在那個方向上面 可以去貢獻創人 但是 不在這個方向上 那可能就會消失了 所以我們看到就是說 我們很多公民科技 很多做這種 開放政府的工作 好 比方說像 空氣盒子 可能有朋友有看過這個東西 它是很便宜的 便宜會員工的感測器 讓他們可以在自己的陽台 和自己的學校去訪 那 距離第一的這個 歷史公共觀測網 目前也有上過 2000個店 那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就是我想要知道 關於我家附近的空氣 環保數據 三年之後它設了 一萬個特戰 它只要不要設在 設在我家鄉後 我還是不知道 我家鄉後的空氣品是怎麼樣 所以這是一個 就是參與時的是 任何人都可以 很便宜的拿到 這樣子的感測器 然後透過網路 重包場 這樣子一個東西 可是這樣子一個 東西的特色就是說 它是威脅到 國家的legitimacy 當這個東西 點數多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不同王老師 拿不懂資料 就會開始challenge 環保數的資料 然後國家的正當性 就會受到威脅 事實上非常大的威脅 那當然在台灣我們採取的策略 中央家我們採取的策略 中央家我們採取的策略 就是打不過就加入 所以我們 對對對 就是這個 對加入不可持的 很有用 所以我們做的方式就是 直接把這個空氣客的 這個 business 直接把它的這個社群的 這個 直接超過來 然後放到我們的 前瞻基礎建設 就是數位建設 民間公共部也好 裡面去 然後變了四年四十九一 那這幾次比大錢 到底要做什麼呢 並不是要消滅民間 而是說我們把民間的資料 把外方的資料 我們請工業院幫忙做的 便宜基礎度 又比較高的便宜度探測器 讓它的便宜高的便宜 好一點 然後不只是空氣體質 也包含水平質 包含這個氣象的各種資料 包含這個 那時候陸橋樑斷裂的 等等資料地震的 運證結構 全部都集中在 就是國網 就是高速度 一段中間 然後買了一大堆距離物 所以 市面現在有任何人工智慧 或任何數值分析的模型 就不用 各自用各自的資料 各自用各自的演算法 公說不流利 公說不流利 而是用同樣的 完全相同的資料 是不包括無人機 搜集的高空資料 大家一起來去 比較在這樣子模型的 預測的能力 去看說哪些是近環 哪些是遺動 其實被遺動的無人機 那這個問題就是說 希望在接下來討論 比如是一個 Evidence Space 可以在相同電腦上面 去進行民主這個程序 那這個就是 participation 然後因為任何人 都可以很低層的去做 我們這個低層的感受 其實這個政府的工作 我們就是在做 inclusion 所以這套方法 它是非常好賣的 就是各國只要看到這套方法 空隙合作也算不法 應替什麼東西 它只要能夠在地裏 找到一群人 願意做類似的事情 我們現在其實是 獲散到各個地方 但大家就會發現說 這個就是 對有些地方是沒有的 那為什麼有些地方是沒有的呢 因為在很多的亞洲國家 這裡也不特別去講北京方便 因為別的方便也是 很多是這樣子 你不用到兩千個人 這邊大概到 律師園就會請去 多查了 所以說它是沒有讓 蜂蜜社會有 自己組織成CSO的這個空間的 它到 但是也因為這樣 我沒有辦法看到 他兩千個人的時候 他有這樣子的地方去流血 我們就沒有辦法去打 如果就加入 所以台灣能夠做的創新 基本上就是 這種對各方都沒有壞出 可能有些衝突 就像台灣常常的抵震 但是 每年還是長高五公分嗎 就是 就是我說玉山 就是我一直是說 我是有衝突 但是我在創部裡面 去找到公共架設 這一套模型 就是剛才講的 非常酷學的這套模型 它確實在集中 這個過程比較難運氣 所以我想每一個制度 有它自己的 適合做出來的創新 那做出來當然都是 這個有貢獻於人類 所以雖然我在這個 年輕的時候 二十出頭的時候 當時也是投入 像Freenet的開發 就是所謂的 穿牆的這些系統 讓這個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網路模型裡面 它還是收集了一些公共資料 但是它在它的區域網裡面 就沒有辦法發布 所以它至少它不辦法 東西傳到台灣 那現在有的 國際記者主持人在台灣 至少可以在台灣發布 那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我們還是對區域 有一些貢獻 但是我們確實目前 也沒有簡單的方法 去影響他們的 尤其是比較低層的 這些網路的 這些質地架構 所以我想就是頓重吧 然後也了解好說 他們那種方法 也許有些雙錢 真的是比較容易 比較快速 還可以犧牲很多人的力量 可以照顧少數人的一個 偉大的想法 然後快速的做出來 所以也許那社會的 相應是有的貢獻 但是至少我們可以 是確定說 我們的這個方向 跟那個方向 是完全不一樣的 不敢說 背道而馳 但是完全不同的Dimension 所以也不用擔心說 好像輸在技巧田上 競爭力什麼東西 因為跑就是不同的鬼吧 在技巧田面 沒有什麼競爭力的問題 所以我自己是對 網際網路的 Liberated Potential 所謂就是 把大家解放的這個能力 我從來看起來 就沒有很詳細 所以它真的算是 看每一個地方的社會 它要怎麼樣把技術 引入它的社會 去做創新 這個社會的形狀 決定網路 再受一個發生的作用 所以我對他們的未來投降 我看起來 是會有一個 完全不同的 創新的模型 裡面也是有很多 具體我們可以學習的 不管是 漸線還是漸線 或是漸線的部分 我們在這邊當然也會 會做出 用我們剛剛的那個模式 做出很多 只有在這個 完全自由的情況下 才能做出來的 參與式的 潘融式的創新 同樣這個模式 當然也對區域很有用 當然我們也不一定 都是成功的 我們不成功的東西 也可以變成 大家的參考的教訓 有時候非常想要知道說 我們年輕會的話 就是所有的教訓 你們教訓有進入 我們一看 那在部內長官 反而就有關 我是覺得還好耶 我們在狀態 我們三千三百萬人 大概已經有五百萬人左右 快五百萬人在上面 我們有統計啊 各地大概都沒有什麼 太大的年齡的 其實年齡的 可能會是這樣的 就是說 可能三十歲不到 可能會是很多 超過六十歲 也在外面進去 反而是在中間 這個人比較少一點嘛 所以問題可能 並不是年齡 而是你的 這個有閒的那個時間 多不多的問題 就是什麼 如果你再有空的話 那這套並不難去 尤其是一些書的工具 像我現在用這支筆啊 這支筆啊 幾乎是沒有學習明看的 因為它是你本來 類別的東西 就很像吧 所以我們在西谷之下 凡是使用者 不會用我們的產品 絕對是設計師的錯 絕對是使用者的錯 所以這個概念要顯得 然後另外就是說 你要學習一個新的東西 就像學習新的語言一樣 就是要跟同樣的語言混 混的過程 就是非常有閒的這個交流 那不要用特定這個主題 那你才能看到它 裡面比較這個 奧描的這些部分 就是 對 那就是要保持在一個 長奴獄 不是長奴獄 那一個狀態 就是說 如果你是把這個 想要對特定的 暗子持續相關的這個技術 這可能沒有辦法 對 但是如果就是 狂一段時間的 然後跟我們剛剛講的 解答對開放社區 就問 自己沒有一定 這個欲求說 一定要達成什麼的 那這樣其實 我們這個 影響其實會很快 起碼會很快 大概 一來個月 大概就會有一種 開放的內容 在看事情 大概是三 我們在專業圈牌上面 確實有五千多類 這個 應該是十五官吧 連署去提到 像說 我們放假應該用 用小石來計算 或者是用這個 淡田來計算 我用這些專業圈牌 也有一些 就是政府內部意見 反映的這個風暗 那這個就是一個依據 因為以前 大家都不想想的第一個 去提供案子 但現在就可以說 不是這五千 我們又有意見 然後我們 剛剛政府裡面 會有三十幾個部會投票 所以任總的人也可以說 不是 我也要找考試院麻煩 這是我三十幾個部會 共同意見 那 確實部也可以說 不是我要找考試院麻煩 這個是任總 已經收集了 這個求公約三萬一天 就是你每一部都讓它 有一個提供的話 就會非常非常的順 那當然 目前考試院會 覺得說這個寫的理由 如果只是寫網友 通通贊成的話 好像有點就是 不太體面 所以他們目前是在 請全區部寫 比較高大上的理由回來 那不然之後 是可以通過的 對 那是就是說 我覺得這就是 互相學習的一個部分了 那所以 當然不管是 你看任何寫網路順眼 我覺得我們目前真的 都可以有 可供依學習的模式 來再改善 那如果需要幫忙的話 歡迎找你們家的 開放政府聯絡人 或直接跟我們聯絡 大概都可以 好 現在時間剛剛好到了 所以我可能就只用 接下來我就不念出來 我就快要快答了 第一個是說 我想要考慮的就是 各個國家裡面的 非國家的設定 那當它對 透過網路 對於透過網路 它的影響力 會弱於它的國家的時候 你甚至可能 要有限考慮 這些entity 那第二個是說 宣傳力量是 是可以複製的 當然是可以複製的 但是2014年的 網路的工具 其他人也可以闖入的方法 大概2018年 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就是說 當你在複製的時候 你複製的是這個 好像是 不如去找 各種可能的 vehicle的 這樣子一個精神 而去找他 當年用的那些 來人幫我來完成的東西 那對其他 是已經不用普通級的事情 所以就是說 每一次就是要 用大家的生活習慣 然後來去進行調配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當然硬體方面 現在你說沒有手機 真的不太多了 其實在全世界的角度來看 希望大家覺得 Digitone 鋪入尋手機 以及無線網路 市場3G網路 這個是已經是一個標配 當然我們也同意說 有一些地方 它真的人類就還沒有 無線網路也還沒有 沒有 沒有三線網路也還沒有 捨得自己 但是那個可能 是我們園外的部分 要去想的部分 幫他們建立基礎 還是建立電子系統 但是 絕大部分的人類 現在真的是已經有 Etherna access 那這個是實際 所以我想我們所有的工作 是要建立在這個上面去做 我想外交現狀 其實是一個浮動車的概念 每一件事情 好像說 其實像我去聯合國那邊 其實對我來講 不是一件很特別的事情 任何人要我演講 我只要不想挑市場 或者是這個 如果它是一些 比較環境相關的團體 我都會跟它說 飛機的擺反量 我們要考慮飛機熊 全球漫畫 什麼東西 但事實上 對我不想挑市場 然後就問它說 能不能用一個IP 對我們有一個機器人的方式出汽 所以對我來講 這個是從路德以前 就已經在做 已經做非常久了 那IGF其實 對這件事情去直播 園區出汽 對它們也是常態 所以唯一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的地點在日內網 其實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後來的話 我們後面溝通的這個方式 跟所有其他東西 裡面有任何差別 那這個自然的部分 剛剛有講了 台灣的優勢 簡單的來講 二十幾個 第一個是說 我們是網際網路的街區率 參與率 不同的性別的網路的禁用率 等等等等 都是台語世界屬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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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地方 所以這個好處就是說 當我們在做任何之間所有的活動的時候 可以假設我們的國民可以在 那這個是絕大部分的國家 由於它的Geography 它沒有辦法講出來一句話 換遍起來全四個字 非常好講 可是真的能夠做到做到的 沒有幾個國家 那台灣是其中一個 我們是可以 因為我們的Geography 離奔道很容易照顧到 就在一些離島 我們都專門拿光線過去 所以就是說 寬平是人權 這件事情就要有一個優勢 另外一個優勢就是百分之百的 優勢 我剛剛講的空氣輪子 各種資源依舊的這些東西 包含佔領運動 大概都是建立在 想要什麼就可以想什麼的 這個前提上 所以我們在這邊使出來一些創新 我們可以在這邊發散的地方 發散到大家都發生不了的 的那個廣度 但是收斂出來的時候 這些東西 其他就不用再付出強化 我們帶一下這邊使用 所以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我們的優勢 那劣勢的話 當然從公共的角度來看 我們公共的英文網站 以及英文資訊 確實是加到這一點 這個是真的 常常都是中文線更新 一個禮拜之後 才更新英文網站的時候 就不更新了 那目前我們是跟國權司有 就是有一個 domain 叫做台灣.go.tw 那這個其實是我們的 官方的英文的網站 所以我們目前就是 跟國權司的合作 去到了這個網站底下的 subdomain 像說smarttaiwan.gov.tw 就是把我們的 就是數位相關的政策 跟新聞在這邊公布 那如果大家對台灣的AI有興趣 按下AI可以到 AI.taiwan.gov.tw 那就會看到我們在 AI目前的計畫的 可以包含跟國際的這些大廠 他們想要來這邊是無人車 無人騎啊這些東西 我們有一個傷口的機制 可以跟大家一起去做法規的 核 creation 是不是大概是最好戲裡面的部分 那又或者是說我們的 這個壓系啊 或者是這邊還有我們的生意方案 那這個生意方案我幫大家30秒的時間 我們剛剛講的一個 一個小網站 就是在 當時我們在想要 像這個網站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 雖然是GOE台灣結尾 但是美學跟以前都不一樣 就是 就是它是這個 我當時是把它叫做Bio變台灣 Bio台灣只有BTW 然後比較好心 然後寫得比較好大 因為在網路上 然後一越短越好 但是呢 一彩那一方面呢 有些誤會的朋友 我就不講哪些了 就特別去說 就是跟你講Bio就沒有講到醫藥材料 這個是不公平的 所以跟你講BioMap 連台灣連GOE也進來 然後他們就吵了一個禮拜 或者是講了一些油 然後我們就在 科技回報周回的時候 討論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說 沒有辦法就給很多助詞了 因為我已經不要錢了 所以就是說 你打BioMap台灣GOE也進來這裡 打Bio台灣GOE也進來這裡 這兩個是完全同樣的一個網站 所以 我想說在網路上面 大家要拋見很多 就是那種所謂 會有捆乏或者貧乏的思維 然後東西只有一個 你拿來就沒有了 這種很奇怪的 實體世界的想法 在網路上面就是說 你越拿就會越多 所以同一個東西 你有五六個名字 去教它的時候 對它是一件好事 而不是一件壞事 所以這個東西 尤其在台灣目前的 國際地位上面 我覺得是一個 滿有啟發性的一個想法 所以同樣的道理就是說 我們的烈士 目前是我們的 中文諮詢跟外文諮詢 確實比較沒有太快 但是這個太快 我們現在也在 下一個辦法去做 網路時代跟網路員的時候 習度我覺得是越來越好 而且其實你不能說 他們的LINE群組 就不是網路時代 或者不是他們的 什麼 只是不同的社群而已 但是不同的社群的 Fluence 以及社群之間的 互相滲透的這個情況 我覺得目前是真的是 滿好的 當然 其實空群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並不是因為 我們在網路上 開的留言板 我們就不去 那個地方實際開場 或者開公廳會 或去當地板斜做會議 我們在狀況上面 很多紅車男總就覺得很準 紅車男總就覺得很準 是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是去當地 把當地帶到網路上 而不是說我們下一個網站 然後當地就不去了 所以社群科技 永遠是駕長去的 而不是把東西抽掉 這個概念就是所謂的 assisted technology 就是輔助科技 所以可以說是 輔助是公民科技 那這件事情 我覺得也是一個 台灣的一個價值 不管是大家有個價值 還是大家有個價值 都是一樣的 就是說我們可以給大家看出 我們可以載贏科學 我們載贏科學 因此做的這種 包含最近國家語言發展法 未來能量自動翻譯 各種不同的語言 等等這些東西 這對很多多民族國家 也是非常有價值的 那這一部分 我想我們有沒有時間 一個一個去皮改 但是我覺得重點還是在優肯 那優肯的一個特色就是說 像剛才我們 G&B做的那些 都是採用一個叫做CC 那我只希望是CC 就是我的性命權都告解 當然各位可能不需要 這麼大的激進 但是你拋棄掉以後 他出自安全的好處 就是別人覺得你的內容 沒有一個形式 有問題的時候 他就可以不用問過你 就幫你去改作 那在網路上的話 你授權這些正牌的 創作者去改作 是有百列而為害的 因為那是要哭走你的 他本來就是 出招Fair Use 然後他就 你不用問過你 也本來就會去哭走你 所以就是說 實際想要幫你忙的人 反而是 就是對CC授權來講 最受益的一群人 有沒有 那這個狀況 因為我剛舉了 非常多的例子 如果有興趣的話 其實我的演講 大概都在YouTube上 所以有空的話 可以看很多 我這一類的例子 我們今天的時間關係 大概是能講四五個 那這邊就是我平常工作的 一個常開的 我其實不是特別 對聯合國來想這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同樣的啊 就是你有沒有參與幹嘛 如果到最後報索人體 其實今年還是很多 可以進行的部分 但是所有這些參加的幾千人 他就算只是寫了 這個難用到爆炸者五個字 字報多三個字 他看到他有被修進去 有被處理什麼 他就覺得與有容顏 他是他的一部分 那這個時候 他就會採取一個 愛知身則是切 但實施的方法來寫 而不是全面走電力的方法來寫 所以我們越能夠調動 我們自己的 整個網路上的人民 我覺得我們就越有機會 會需要外交工作 使大家都可以去參加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個賬號非常好 我目前就發到兩個賬號 小明的跟外交部 所以至少這個對於我目前 外交工作 每天都有最新的update 但我覺得目前的這個經營 已經很好了 就是它是多語言的 而且它是有一些人性的 我覺得最近幾天 看得出來就是越來越多 就是感覺上就是 部長的position的角度 而不是部的position 我覺得這個方向是很對的 可以讓人更personal一點 我不知道它 因為小明他是可以曬貓跟狗 我不知道部長可以曬什麼 但是至少這個時候 就是有一些更personal的東西 我覺得是一個蠻好的事情 這個東西我不懂 我不懂的東西 我就不在我平常的工作的範圍裡面 GDPR當然是有影響的 但最主要的影響就是說 以後你會碰到很多 就是在歐洲的朋友 它即使是跟台灣公司 或是跟不同的地方打交道 它都會做一些 各自相關的請求 不過它能夠請求 大概就這幾個 所以有空去 國發會去GDPR專 去看得了該額 大概花一兩天時間 大概就可以了解了 為做而做其實我覺得 沒有什麼不好 因為以前為做而做問題說 你消化掉預算 這個做了GDPR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你在做什麼 所以做爛掉就爛掉了 但是我們這個 如果是公開做的話 做爛掉的就是幫大家付學費 所以重點還是就有想到什麼 就是可不可以去做 而且不管是成或不成 就像我剛剛的 就是把實際的業務的做法 跟它的結果去分享 那每一次就算不完美的地方 那就是讓台下的朋友 覺得我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這個我覺得 才是比較有意義的 那當代的價值 台灣所有擁護 訴訟全球同胎商品 博取其認同跟支持 或我自己在每次 對外在說的時候 大概就是在講SDG時期 我自己把SDG時期裡面的 每個那個三位書 都看過了 我自己在做的工作 可以說跟SDG時期 可以是絕大部分重合的 從最底下確保大家的網路的 這個禁用 到上面的工部門的資料 的開放跟工庫工創 然後更上面的跟CSO 跟各種不同的 體繡委器 跟那其間的夥伴關係 再往上SDG awareness 反正SDG時期裡面那些東西 我自己覺得 現在拿出來嘗試 大家要好好講 而且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不管聽你的人 是在做什麼 另外16個題目的哪一個 他們都覺得說 透過你 我可以認識那麼多的人 所以就是說這個價值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 就是這也是為什麼 當時去趙婷 就是聯合國 有中央會議的時候 當時去秀這個 我們總統的舊職演說 那在舊職演說裡面 有一段說 民主看起來以前是價值 價值的對峻 但現在應該是多元價值的對話 那我們就把多元價值的對話 也就是SDG時期 來把它當作這一次 就是去聯合國 這個有去漢堡網絡的一個詛咒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 我們在死是付出型了嘛 就是說這裡的 台灣價值的意思是 台灣本來就是多元價值 我們在做的事情時 讓這些多元價值找到共同性 然後去找出共同的解決方式 那其實初訪分成 濕體跟虛擬 那濕體的其實沒有太多 但是虛擬的非常非常多 因為我錄了一次影之後 包含我的這個 全身的那個全息 投影的那個紀錄 通通都在網路上 就我發現要出的財產圈 所以我在 黃金通馬的禮物的 他們在巴塞的那裡就放 那接下來就會在 一個叫做什麼 羅馬尼亞的什麼 Kuch 不太近的那個神聖的名字 他們也會在那邊放 然後在倫敦 在各個不同的地方 所以當我這樣錄完一次之後 他們只是不可為的時間 讓我上線20分鐘 甚至是打個電話 透過Slide去收 在小朋友們的意見 但是前面的那種 浮空投影 全息投影 那些預錄的簡報 那個就等於像是 交載一樣 在網路上面 隨便大家取用 所以這個已經是 快要上百個地方 大概都有翻過 這樣子的一種 虛擬的燈身 所以我想這也是一個好處 就是它完全不花我的時間 我只要認真 貝克一次 那就是如果有QA 那就有QA 然後如果沒有QA 那時間都不容易 那沒關係就是放嘛 那至少這樣子 就是讓大家更具體認識 台外的方法 好 不好意思 這個超時了 大概14分鐘 那今天非常謝謝大家 我給我的講 好 謝謝 謝謝鄭委員 今天為我們敬閉的演說 讓我們看到外交的工作 除了時空是四個維度 讓我們看到第五個維度 就是網路世界 那我們謝謝鄭委員 今天為我們的演說 然後再一次樂禮掌聲 謝謝 謝謝 因為我們的疫情 就 Dart來 我們都新場了 對 可以找 motive 那個 對 對不對 不要 這些 relacion bump 好好 換回 對 說 metadata 對 那個 我們就快走 對 那個 對 經理這邊大概都是保證的 對 保證起來 沒說要在經典 那今天就是 右邊的跟那個摸底 左邊的全部都要正進來 對 那今天就是 還有摸底 對